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觉得你们的相遇是天意的安排 似乎是灵魂伴侣的前世就认识的感觉 很伟大的一个连结 对你的热情是非常强的 你们之间的化学效应好强 可以选到第一组 你目前在他心里的位置 首先你主题拍开来看 他是非常尊重你的 他觉得你是一个智者 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你见过大世面 你给的一件想法都很值得去听 他觉得你们的相遇是一种好运 是天意的安排 他很珍惜这个缘分 就好像前世就已经认识了 你们的连结是非常的伟大的 有莫名的亲切感哦 对你的热情是一发不可收拾的 他发现他无时无刻都想要抱紧你 跟你靠近 看塔罗怎么说 你选到第一组 你目前在他心里的位置 看塔罗怎么说 对你的热情真的一发不可收拾哦 你在他的心中是他的唯一 唯一令他那么的心跳加速的人 他很大的决心哦 他把你看成他一定要在一起的一个对象 你真的是一个宝哦 你好重要 他全部心思已经在你身上了 他很关心你 他好在乎你 他觉得他这一生的单身呢 就是要来爱你的 他有这个责任去对你好 没有见到你呢 就会茶饭不思 就会睡不着睡不好 是你平衡了他的生命 有了你 他才找到人生意义 他才活得开心 所以他不管一切的 已经把你当成是他最大的追求 他最终的目标 像当初爱上你的那个感觉哦 一点都没变过 对你是非常慷慨大方的 只要能够为你付出的 他都很乐意 他不计较他的付出 给选到第一组 你目前在他心里的位置 你是他的唯一哦 唯一令他那么心跳加速神魂颠倒的人 甚至为你失眠茶饭不思的 你已经成功的令他对你已经产生了依赖的 他觉得要有你 他的人生才会平衡 才会过得开心 才会过得有意义的 他现在所有的动力 只在你身上 他对你自在必得 他把你看成是他最大的追求 若无法跟你在一起的话 他似乎认为他自己就不会幸福快乐的 你真的是一个宝 是他值得争取 努力得到手 保护的 留在身边的一个宝 他好在乎你哦 他整个心是对着你的 他现在呢 就是依然像过去 当初爱上你的那个感觉 完全就是停不下来的 对你的热情就是那么的强 他甚至可以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为了你呢 他就是可以放下他的面子的 为你做一切的付出 他都觉得好乐意 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康斯卡怎么说 也选到第一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康斯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有很多很多话很渴望着想要表达给你听了 但他又不敢 他不知怎么联系你 他有尝试放下这一份感情 但是他真的做不到 太痛苦了 请你别离开他好吗 他求你别离开他 他需要你 不知道你对他的感觉依然还在吗 还是你已经放弃他了呢 好怀念过去你抱着他的那个感觉 就为了这个感情呢 他什么都不管 他可以不顾一切的爱你 他已经原谅你了 不管什么事情都好 他原谅你了 每当见到你 他会心跳加速 心怒乱撞 他真的很想要跟你在一起 很想你 给选到第一组 一字卡来看他说 他现在渴望着跟你有更多的交流沟通 有很多的话想要告诉你 但他不敢主动的联系你 他不知道你是在想些什么 你会欢迎他这么做吗 不管过去有什么过绝呢 他已经选择原谅你了 他也希望你能够原谅他 他有尝试放下这份感情 他就是做不到 太难了 太痛苦了 他现在求你别离开他 不知道你对他的感觉还依然存在吗 还是你已经放弃他了呢 好怀念过去你抱着他的那颗感觉哦 非常的美好 幸福的感觉 当时的他呢 你令他就是失去理智的 他什么都可以不要 最重要能够把你留在身边 每当见到你 他会心路乱撞 失去理智哦 他真的要你要的太痛苦了 怎么痛苦 就是太强烈的 在渴望着跟你在一起哦 看中文字卡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哪些呢 给选到第一组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哪些 接受了又拒绝 接受了又被拒绝的 感觉如何 你令他像过山车那样子哦 你可以想象他的感觉吗 要又不要 我所有的描绘不是因为我很闲 而是因为你很重要 你真的好重要 人生最大的幸福 就是发现自己爱着的人也爱着自己 若你也爱着他那个有多好呢 看这个神域牌卡有什么建议 给选到第一组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呢 抽三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呢 好了 丰盛浮足哦 什么都不缺的 其实 围绕着你 有很多 值得你开心的 你拥有的其实是很多的 别把自己所拥有的都当成理所当然哦 再看 永远都不要失去希望的 未来只要留着青山寨嘛 哪怕没柴烧 一定会有好运的降临哦 再看 可以让自己的这个技能的技术呢 可以更进一步哦 不断的去学习做得更好哦 接着我们抽一张塔罗牌卡给选到第一组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好 好了拿到的牌卡呢就是 这一张牌卡是女祭司哦 有时可以不要过度的去分析对方哦 可能 嗯 并不是你想的那么糟的 嗯 可以尝试呢 就是打开心房的去跟对方更多的分享 自己内心的心事是什么 嗯 就是有 有时候我们看到别人不好 就藏在心底没有说出来 这样子可能对对方不太公平哦 嗯 没有没有凭据的就 不要带着有色眼光 可能你疑心太重了 嗯 可以不要太多的怀疑哦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第一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于呢 所以对方的感情有很多那么的甜蜜 不变的 还有呢就是 无忧无虑 一切顺利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 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哈啰 给选到第二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家伙众的主题是 你目前在他心里的位置 抽谁预拍卡一起来看 目前你在他的心里有着怎么样的位置呢 抽一张主题牌卡 给选到第二组的你 看一下目前你在他心里有着怎么样的位置 好了以主题牌卡来看 他觉得你是他离不开的一个人哦 他的理性告诉他不应该那么的爱你 但是他就是情不自禁的 对你投入了很多的感情哦 他觉得你们之间就是有一份太拥挤的关系了 在这份感情你对他不是很专一 令他就是经常会担心你会抛弃他 不要他 就好像前世就已经认识了 或许前世是欠了你的 今生要来还债哦 他把你看成是他的真爱 给选到第二组 你目前在他心里的位置 首先你主题牌卡来看 他觉得这一份是有毒的感情哦 明知道呢 不应该那么的爱你 但是他就是离不开你哦 他甚至把你看成是他的真爱 明知道你没有那么的爱他 他还是死心塌地的爱着你 明知道你会做一些背叛他 伤害他的事情 但还是无法离开你哦 就好像前世就已经认识了 他呢就是觉得自己可能前世 劝了你把精神要来还债的 明知道你对他不好 还要那么的死心塌地 爱着你对你好哦 看塔罗怎么说 你选到第二组 你目前在他心里的位置 可以选到第二组一起来看 他觉得你好美好帅 是一个大美人大帅哥 他想跟你建立稳固的感情哦 想与你有一个将来 他为你感到骄傲的 能够有你一个这么棒的 这么美的 这么帅的在身边的 是他很有面子的事情 他想追求你哦 心中满满的爱想带给你的 想与你谈恋爱 对这个恶魔牌卡的到来 他就是觉得你太魅力无法挡了 他就是控制不了自己 会对你投入很多的感情哦 就算你对他不好 他也离不开你 他的就是很想跟你和幕公主相处下去哦 过去你做错什么 他很快就能够心乱地去原谅你了 他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么犯贱 你就是男神或女神的那个样子哦 非常的吸引他 好想要好好对你哦 保护你 对你他特别好脾气的 你就是他的幸福哦 他把你看成是他的真爱 那个唯一能够带给他幸福的人 对你的Fermen反应好强哦 你好心感哦 给选到第二首 你目前在他心里的位置 以塔罗派卡来看 他把你看成是天空上那闪耀的星星哦 非常漂亮非常美丽 能够跟你成双成对呢 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哦 他觉得很很骄傲的 有这么棒的你 成为他的另一半 是一件很荣幸很高兴 很引以为傲的事情 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你总是伤害他了之后 他很快又原谅你了 眼泪还会擦干了就已经原谅你了 就是那么的包容着你哦 你在他的眼中是男神或女神的存在 很想要保护留在身边的一个人哦 他现在心中积累好多的爱 想要带给你 想要跟你谈个恋爱的 他觉得你好性感 很有魅力 好有吸引力的 他已经失去理智的爱着你了 可以不顾自己的安危 不顾自己的利益 这样子的去投入很多的感情在你身上的 对你他特别好脾气哦 对你特别温柔的 他把你看成是他的真爱 他觉得错过了 他可能就没有幸福了 你就是唯一能够给他幸福的人 他一直不断的去妥协他自己 调整他自己哦 只为了就是可以跟你和睦的 走的顺利的走到永远 看字卡怎么说你选到第二主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字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那么的喜欢你哦 就连你的缺点 你不好的一面 他都能够包容接受 他今天爱你 他明天也会爱你 他永远只爱你 你会选择他们还是他呢 他觉得你就是三心两意的 你到底爱谁 他希望你放弃其他追求者 只认定他一个可以吗 每当见到你的笑容呢 他所有的烦恼问题都忘记了 你就是那么的帮到他解忧的 他无法停止想着你哦 希望他自己可以成为 那个带给你好消息 逗你快乐的人 你对他说的一切他真的有放在心上的 因为他重视你 他在乎你 他连做白人们都会幻想着跟你一起生活 他知道我们一定会在一起的 他知道你们是有缘的 他会不断的努力去争取跟你为个未来 可以选到第二主义自卡来看他说他就是那么爱着你哦 包括你的缺点他都能够接受与包容 他既然今天选择了你 今天爱上了你 他打算明天永远都只爱你的 就请你也是认定他可以吗 你到底选择的是谁呢 别再三心两意了 就接受他就认定他吧 他需要你哦 每当见到你的笑容 他的所有烦恼压力都忘记了 他无法停止想着你哦 他好想要成为那个能够带给你笑容 带给你好消息的人哦 你对他说的每一句话他都放在心上了 因为你是他在乎的人 他做白人们都会梦见跟你一起生活 他真的很希望可以跟你走到永远 他知道他会跟你在一起 顺利的走到永远的 因为他会不断努力 往这方面努力 看中文字卡 来自对方的心上还有哪些呢 可以选到第二主义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上还有哪些 有时只是想着你 也会感到很开心 你就是他的开心果 我要装无所谓 直到真的无所谓 有时你看到他无所谓呢 毫不在乎呢 都是装出来的哦 如果能感受被爱 我就一直待在你身边 他需要你的爱 接着我们看这个神预牌卡 有什么建议呢 给选到第二主 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 中三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呢 好了 拿出你的智慧哦 冷静一点的 在搜集资料才去说你的判断 别冲动的 如果要平稳的走到永远的话 就要一直不断的去努力的 找到平衡哦 这个是一直需要努力的地方哦 然后去调整自己哦 再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 过去的不愉快的能量 给他驱赶掉 腾出空间 引来更快乐的能量进来哦 让自己可以散散发亮的 所以给选到第二主 给予你的建议呢 就是保持冷静 有智慧的去做你的判断哦 别冲动的乱下决定 然后让自己将来后悔哦 然后呢可以跟对方就是不断的做协调 去达到平衡哦 这样子才可以走得长远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哦 让不好的能量呢 给它成为过去吧 让自己可以重新的去迎接好的能量 接着我们抽一张塔罗牌卡 给选到第二主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好嘞 首先的这一张牌卡就是圣杯二哦 要变成有默契的一对呢 是可以努力的 是可以多一点了解哦 通过更多的新联系沟通做了解呢 自然就会成为更懂彼此的人哦 所以有什么都可以直说的 不要一直就是认为对方能够猜到自己内心的想法哦 有时候真的要说出来对方才会知道的 所以啊 让一些简单起来吧 有什么都可以直说 不要再生闷记了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第二主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云呢 祝你幸福快乐的 还有就是 无忧无虑哦 保持清静的心 顺利一切 难关都度过走向幸福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 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hello给选到第三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下咱们的主题是 你目前在他心里的位置 抽成一牌卡一起来看 目前你在他的心里有着怎么样的位置呢 抽一张主题牌卡 给选到第三组的你 看一下 目前你在他心里的位置 后来以主题牌卡来看 他觉得你是一个很难 很难靠近的人哦 你是一个冰山美人冰山帅哥的 总是摆出一副很严肃的样子 你在他的心中是一个好多金的人哦 你好有 你很有钱 再看多一张 他喜欢跟你有沟通哦 他觉得你是一个有趣的灵魂哦 给选到第三组 你目前在他心里的位置 首先你足迹拍卡来看 他觉得要靠近你 要接近你 要得到你的放心 是比较有难度的 你是一个冰山美人冰山帅哥哦 你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人 是一个成功人士的样子 是一个企业家大老板的感觉 是多金的 有钱的 很有能力的 能够独立的 自给自足的那一种哦 他想要靠近你 就好像很多的障碍阻碍的感觉 但是呢 就是跟你沟通起来 他觉得是很愉悦开心的 你是一个很有 你很有头脑的人哦 是一个有趣的灵魂 有很多共同的话题的 看塔罗怎么说 给选到第三组 你目前在他心里的位置 给选到第三组一起来看 他觉得你是一个很爱辩论的人哦 你拥有的好多 你见过大世面 你给他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哦 就比如你像他的老爸或老妈的 就是 你的性格 是给他一种似曾相似的感觉 他对你产生了依赖哦 他发现没有你 他觉得好苦闷 对你好满意哦 你就是他喜欢的类型 他已经爱上你了 在他的心中呢 你是一个 非常需要守住保护的 就是留在身边的一个人哦 他觉得你很抢手 很容易被别人就抢走了 钻石王老虎的那种感觉哦 他想一步一步的走向你 他对你认真 他在等待最佳的时机去推动这份感情前进 过去现在只是朋友关系哦 他是假装跟你先当朋友 慢慢的去追求你哦 他想显化美好 在他的心中你好有自信哦 你是一个很佛学多彩的人 有很多学问的人 给选到第三主义塔罗派卡来看 你目前在他心里的位置 他觉得跟你呢 就是经常会有口角的 就是你很爱辩论 你是一个好有学问的人哦 但他觉得跟你沟通是很愉悦开心的 因为呢 就是你不会盲目的去分成他 顺从他的 就是通过不一样的意见想法呢 去帮助彼此 就是可以成长起来哦 就是懂得交换知识的一种方式吧 他觉得你很抢手哦 是钻石王老虎的那种感觉哦 很想要就是用尽办法努力的 就是保护不让其他的追求者把你抢走哦 他呢就是把你看成是一个 啊见过大世面的人 然后懂的事情好多 可以从你身上学会好多 你有的很 你拥有的是很多的 你的资源吩咐 他呢想一步一步的去追求你哦 你是一个啊 他想要认真的走到长久的人 去等待的机会推动这份感情前进的 虽然很难哦 但他还没有放弃的 你给他一种很莫名的亲切感哦 就是他说不出是什么感觉 虽然你总是冷冰冰的对着他 他也是觉得很有趣哦 他觉得 嗯 你还是成功的把他的心偷走了 他现在 每当独处的时候都会对你朝思暮想的 他觉得你是他最满意的人哦 你是他要的类型 你是他喜欢的样子哦 尤其是当你很自信满满的样子 虽然凶凶的 但他就是 觉得很喜欢 他就是喜欢你那种 很严肃的样子哦 你是一个好有学问的人 他很尊重你 看字卡怎么说给选到第三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字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最渴望的就是能够跟你成双成对 你一直都在他的心里面 他在耐心的等着你哦 等着有一天 这个石头可以被移走 他要的就只有你 除了你之外他谁都不要 一直以来都只有你哦 别再怀疑他了 请你别残忍的 去拒绝他 他对你是真心的 他每天都会选择你哦 若要他再做选择 他还是依然会选择你 而他若被你选上的话 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感谢你就是 有去做一些调整哦 或者是去做修补的 最近没有听到你的消息呢 他都坐立不安 他都过得不好哦 茶饭不思 给选到第三组一字卡来看 他说他最渴望的 就是能够跟你出双入 对成双成对的 你永远都在他的心里哦 一直以来就只有你 除了你之外 他不考虑其他的人了 请你别再怀疑他对你的专益了 对你完全是忠诚专益的 他现在在耐心的等着 有一天你能够 就是拿走这个 你们之间的那一道墙哦 你给你们之间设立了那道墙的 他在等着你有一天可以 对他产生信任的 请你别那么残忍哦 他对你是真心的 请你别一直让他等了 他既然选择了你呢 他就是会永远都只选择你哦 如果每天都要问他这个问题 他都会依然给出一样的答案 那就是选择了你 如果能够可以被你选上的话 那是他这一生中最幸运的事情哦 感谢你有曾经就是努力的 去做修补的 最近没有听到你的消息 他都茶饭不思坐立不安的 他好想你哦 他每天都想知道你的近况 想打探到你的消息 看中文字卡来自对方的心上还有哪些呢 可以选到第三者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上还有哪些 对不起 不管谁对谁错都好 他就是示弱了 请你原谅他 让我们回到最初相遇的那天 这样是不是就不会失去你 他想回到过去 你是一个我愿意犯的错 若哀伤你是错误的 他愿意错下去 接着我们抽这个神域牌卡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呢 面对这种情况 可以选到第三组有什么建议呢 好了这张牌卡呢就是转变哦 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现象的 没什么需要大惊小怪的 本来都一直有在转变嘛 都在进步中哦 所以要接受这个现实 再看 你的热情在哪里呢 你最喜欢的人事物 你是否在做着你想做的事情呢 抱着热情的去对一个人或对一件事情 才会更容易能够成功 再看 还有呢就是这张牌卡说 一切都在进步中了 我们也是不断需要去进步的 所以尝试新鲜事物的 接受新知识的 才能够更好的去进步 看周一张塔罗牌卡 可以选到第三组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好了出现的是世界牌卡哦 事情要有始有终哦 开始了就会有结束的 但结束也不一定是不好的 代表着新的篇章即将到来了 就是让过去的事情 可以圆满的 就是有一个句号 然后可以去 往更高的去进步 就是你们的感情 不要因为过去的一些事情 重复的一直在 转圆圈的 若经常会为同一件事情 争吵的话 是时候呢 就是去想办法如何去 让那个不愉快的事情 可以不再重复哦 这样子这份感情可以升级 更上一层楼 好啦,这就是可以选到第三组的 白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与乐 祝你过一个充满爱的人生 可以对方甜甜蜜蜜的 然后呢 就是被满满的正能量围绕哦 谢谢收看我们这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 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